作词 李宗盛 要不要被时光吞没掉 黑暗无声消失的人 也曾渴望白日里活 没命运处复的一个 我要怎么挣脱 谁在耳边说 出我中的坠落 那就燃烧我 燃烧我的执着 苦海里泛涌 眼中关下多少拙热 忽然知道的 或许再又选择 太难离我生 为了终于活着 重生的火 要杀本王尽管来杀 何必要拉着无辜的 魏北军将士陪葬 王爷 我们有共同的仇人 我们可以合作 如今我已经活下来了 我有资格谈论报仇 姑娘只有一年之期 就算解药配制成功 她也未必等得到啊 这条路 本王不需要通募 可我知道张映藏在哪儿 本王救你出诏狱 你就是这么报答本王的 我有用 我可以帮王爷 本王不需要合作者 而是需要一把锋利的刀 指谁杀谁的刀 我得到不杀无辜 我只杀青州仇人 王爷 若我只是杀人工具 你早就命散黄泉了 为青州报仇 我就是一把锋利的刀 即便砍向自己 我心甘情愿 王爷 月勤公子来访 王爷 月勤公子是来接梅林姑娘的 可到话免了 公子以什么身份要人 对 皇上有指 先允和亲美人 均入宏卢寺进学炎熄炎闻 在学成之后再兴分赏 月勤领命 总揽事宜 进学 公子为了救人 未免也太大费周章了吧 是 月勤是来救人的 王爷既以诗恩 还请好人做到底 不要为难他 为难 阿梅 是留在锦王府 还是跟月勤公子回去 你自己选 王爷 梅林跟着公子 回鸿鲁寺 王爷 月勤有黄命在身 还请王爷 莫要阻碍 好啊 事出突然 待他梳洗一番 本王自会送他过去 不急 月勤就在这里等便是 等吧 怎么 你想找夕燕之子合作 本王提醒你 自你出诏域期 无论生死 你都是本王的人 旁人的仪仗 于你而言是饮阵之客 咬得越多 死得越快 王爷放心 梅林不会仪仗月勤公子 张颖他要逃往西烟 帮他的女人就藏在鸿鲁寺 找到他 就可以找到张颖 西烟美人 我没有看清楚他的样貌 我只看到 他的脖梗处有一朵勺药花 所以我必须和月勤公子 回鸿鲁寺 往后要听令行事 令行禁止 本王的所言所行 全都是机密 不可向旁人透露半分 王爷同意合作了 再加一条 不得对本王有任何的隐瞒 好 合作的第一件事 你与西烟质子的交往 事无巨细 一一交代 我在青州时 是月勤公子 放了梅林一家的奴级 总之他是好人 王爷也是好人 自以为是 本王并不想当好人 那我为何会在新王府啊 你不记得了 是王爷救了我 是秦燕 擅作主张 路过文华阁捡了你 总之 既活下来 就别白火 去换件衣服 尽快查出 藏生红楼寺的女人 好 王爷 时候不早了 本王再提醒你一句 复仇之人 犹如屠刀玄警 不是他妨碍你 就是你连累他 总之 离好人远点 公子 公子怎么知道我在锦王府 书莫昨夜看见你上了锦王府的马车 就算是锦王府 他就算是锦王 也不敢轻举妄动 你可以安心住在这里 多谢公子了 梅林 梅林 阿兄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们之前认识 自顾 梅林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 救命安人 那个 自顾 你找梅林呢 那个 皇上允许我来红龙寺找你 但是我去你院子里又找不到你 我就先过来看梅林了 梅林 你烧好些了没 我给你的药膏你又好好涂吧 锦王还有没有欺负你 我没事 公主放心 梅林 没想到 你是我阿兄的救命安人 难怪我跟你这么投缘 我跟你说 我哥这个人 梅林现在需要的是静养 我们走吧 那 那 我先走了 我下次再过来看你 好 阿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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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对不对 阿兄你别不回答我呀 阿兄 你再不说话的话 我可就当你默认喽 庆祝那样 阿兄亲自做的 梅林就是你的心上人对不对 这里面特意加了你爱吃的酸酱果 要不要尝尝 阿兄 阿兄 你一直刁的那个小象 就是梅林吧 哎呀 有人害羞地喝酒咯 子顾 阿兄 我是不是快要有嫂嫂了 你放心 我也很喜欢梅林 而且阿兄你这么好 梅林肯定也会喜欢你的 子顾 他现在还是个和亲美人 对啊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重逢 这时机不对 没事没事 我能帮你 不可 此事我自有安排 你不能插手 原来 你在红武寺讲学 是为了帮梅林 那你要把他带回西安吗 那我还能帮你们做什么 你照顾好你自己 别让阿兄担心 我 公主 是时候回宫了 知道了 阿兄 我先回去了 嗯 好 好 公子真的下定决心了 带走一位和亲美人 不是一件义事 更何况 现在锦王也盯上梅林姑娘了 正是因为如此 只有离开昭境 梅林才有活路 公子在言 与皇帝交往从不论正事 此番为了救梅林姑娘破例 若是引得炎帝猜忌 公子怕是回不了戏烟了 公子 叔母说句不该说的 梅林姑娘 不是公子的良缘 她始终是大炎的人 更何况还有大仇在身 你的有力我都明白 自始至终 我都只是想要护着身边人 现在只是多了一个梅林罢了 所以此番计划必须着迷 不能连累此顾 更不能留下尾巴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 是阻止梅林分风 把她留在红楼寺 才好失利 我的命是公子给的 既然公子准备好了 叔母就陪着公子 公子想做什么 叔母都替您去做 尽管吩咐便是 这些年在昭京 辛苦你了 不过 你是不是病了 妈 脸色怎么越发苍白了 受凉了 最近气色不太好 公子不必担心 美人们明日就要进学了 属下会吩咐好人 照顾好梅林姑娘的 嗯 美人们 上课了 老身是内务府的上嬷嬷 奉旨教习各位美人 规矩老身只说一遍 若是记不住犯了事 只有冰水伺候 美人们 美人们醒醒脑子便记住了 没有烧药花 难道是我记错了 王爷 红色上下都找遍了 根本没有闻着烧药花的女人 美令姑娘看清楚了吗 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至于圣子 小尾 妹妹 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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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让你寻人 就是这么寻的吗 那个人还没有找到 可我总觉得那天晚上 好像忘记了什么 所以想用冷水泡一泡 看看能否想起别的线索 难想起什么了 王爷说那天晚上 是青燕将军救了我 我也想不起来了 青燕查过了 红禄寺上下 根本没有你所说的那个女人 本王怀疑 你是看到了幻觉 幻觉 这夫子服用过量 会置幻 本王昨夜亲眼所见 你产生了幻觉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 事关张燕的下落 你必须要记起来 那我再吃一次赤福子 兴许便能想起来 不可 你以为赤福子 是什么随便就能找到的东西吗 赤福子不是好东西 往后不许再吃 在幻觉里 把本王的头发 当成了野花 我记得 这是你咬的 再咬一次 凭借此物 会有人接应你 多谢美娘 封香树 树是微苦 可知学神经 魏北将军他是被冤枉的 他不该死 该死的人是你 暗常终成 小花跟我回家吧 花在这 北晋雪莲仙丹皆拜读 南阳赤夫子皆拜读 不必找了 赤夫子本王找到了 如何 我都记起来了 我是出了文化阁才直换的 那个女人不是幻觉的 赤夫子本王 他 members 在这里 那个女人曾经 在下 突然孩子 那把 Elizabeth 我讶定们 这个是她的 她是在自己 我许你 我记得你 没有我看你 他就冒着了 你 人家这找 治福子 王爷也去找了 本王 好不容易把你从诏域捞出来 死得太快了 岂不辜负了本王的一番心思 以后若有要事 用这个联系本王 喝就喝了 整天往洪如寺跑 想什么话 父皇 儿臣整日在王府待得闷得慌 去鸿鲁寺看看万花争宴 倒是能得些乐趣 只不过一个美人而已 孔姐此人心里到底存着怒对 还是得小心防着 你是不是 又欺负罗梅了 父皇此言何意啊 他刚换房回京 又自行去了西郊卫所 父皇 盈盈相军一心为大盐练兵 儿臣岂敢打扰啊 说起洛梅于你 你算是青梅竹马 儿臣拜见父皇 大哥 父皇 您快换个旗友吧 儿臣真不是您的对手啊 你以为您大哥跟你一样闲啊 文华阁的事调查清楚了吗 清楚了 我 你以为 你以为 是 那夜天干风脏 文华阁奴才忘了关窗 让风吹倒了竹胎 阁内都是些自画毅然的宝贝 发现走水时已来不及 这张印 大半夜的去文华阁做什么呀 礼部侍郎周玉是他的同乡 这两人一拍即合 密谋西烟共品 谁知遇此意外 张印贪财心有不甘冲回去 才被困在火场 这些是周玉的口供 一个二品的大员 弃日共品 舍命不舍财 有意思 三弟说得有理 但是张印常年待在军营 捞钱的法子少 回京到任兵部 一时严谴丧失定理 也是有可能的 太子 这就是你提拔的人 父皇 玄烈用人不查 望父皇降罪 罢了 还嫌不够丢人 张印和周玉的事 你看着处理吧 谢父皇 西烟共品意外被毁 玄力有责 儿臣自请 协助月秦公子 操办红禄寺进学事宜 以示请罪 父皇 儿臣也想去红禄寺帮忙 不许假公积色 父皇 三弟熟悉和亲使团事宜 我相信 他能帮得上忙 是啊 父皇 有大哥帮忙看着 你还不放心吧 好 看到你们兄弟两个和睦 朕心甚畏 朕记得你刚学步的时候 就窜到你大哥 去御书房偷拿镇的朱砂 兄弟两个队长相印 胡了荣安殿 板墙的掌印 还是父皇记性好 我去看过 你的小手印 现在都还在 父皇思念母后 入安殿 如今一切接照就职 如今老三回京了 你们兄弟两个 起入安殿看看吧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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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年了 母后 你终于等来了三弟 那绣架是我不小心打破的 谁知母后不由分说 便打了你一顿 德家皇后 连我生母早逝 在我们兄弟之间 总是更偏心我一些 你总说大哥让着你 有母后这份恩情在 我又怎能不让呢 大哥若执意相让 不如让出这储君之位如何呀 老三 别太放肆 怎么 大哥演不下去了 你心里不痛快胡言几句 大哥不和你计较 往后 只要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大哥 本宫可以一直做你大哥 这兄有弟公的戏马 太子就不要再演了 本王也演乏了 那锦王还想说什么 张云一死 这一局你赢了 但是 没有人会一直赢下去 看来你回京 果然是为了夺敌 一个夺子太脏了 太子脱口而出 看来是身安其道啊 装了十年瘸子 还处处上苦肉计 锦王的手段也不输本宫 可惜 大炎的储君 怎么样也轮不到人途将军来做 究竟谁才是人途 你我心知肚明 怎么知道 母后是怎么死的吗 当年青州一事 传回昭京 德家皇后 上延明殿托三请罪 她临死之际 还在为你绣平风请罪 皇后是将门出身 以保家为国为年 却生出一个残杀百姓的儿子 她身意为耻 她是因为你才一语而终 一个连母亲都认定的罪人 有什么资格跟本宫争啊 罪人 是非取值 岂是只有赢家说了算 你从本王手里夺走的 本王会原封不动地拿回来 到时候谁是罪人自有定本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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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说 那夜文化哥跑了一个女人 追到红炉寺便不见了踪影 此人身上是吸烟功夫 为何现在才跑 是属下管教不严 底下的人怕担责 以为可以瞒过去 是没做干净擦了也于事无补 有眼睛都能看到 属下认罪 行了 起来吧 谢天下 那女人是火烧文化哥的人证 找到她不要留下证据 那个女人被火箭伤了手腕 找到她不难 可如果她是西安美人 不管她是谁 文化哥之事 但凡有人多长眼睛 就不需要留脑袋 这件事让尚嬷嬷去办吧 是 等等 今天夜里冷了不少 本宫新的那件银雕湖囚 送去西郊军营 给阴将军 你亲自去送 明白 属下即刻去办 这刺绣也太难了 是啊 拿针笔拿刀都难 上课了 走啦 快些 你走 还是没找到有伤疤的人 刺绣乃是大言女子 必学之计 我朝德家皇后 便是闻名天下的错真秀大师 这幅殉子图 是德家皇后生前一作 礼部把绣萍请进鸿卢寺 就是为了让大家用心观摩 以先皇后为楷模 逝世追求精进 哈 哈 哈 快投降 快投降 还不投降 锦禾 不可 大言将军的刀只能杀敌 且不可将刀口对准亲人 挚友 更不能伤害无辜的百姓 记住了吗 嗯 美人们先好生观摩 许子 许谁啊 许王的生命便是德家皇后 训的是锦王青州屠城之事 他们都说德家皇后是被气死的 母亲替儿子收获 刀口不准对向百姓 这些明明都是您交给我的 可是为什么 您到死都不信任我 都还在替我求情替我认错 这些人是 那种人是谁 那种人是谁 我认为是说德家皇后 你是偷了 那种人是谁 她的心里 也有什么人 我认为是谁 你认为是谁 那种人是谁 你认为是谁 武侯 您为何不信我 快进来 我做的 照你说的 加了山甘草 根果饼 你是青州人 对不对 我 我猜对了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这几天 我看你越发是愁眉苦脸的 你是不是想加了 加的味道 尝一尝 酸吗 酸吗 不酸 这么苦 你也吃得下 苦 我已经一起碾碎了 我真笨 我应该问清楚的 你别吃了 你给我 我明天再做一次 不苦 苦 你别再吃了 给我 你手怎么了 不要紧哪 我做灯果饼的时候 不小心烫伤的 我已经伤过药了 我已经伤过药了 这么严重 不严重 不严重 苦的饼不能吃 我喜欢吃 不苦 我刚才听你说话不对劲 你嫂子怎么了 可能 是感染了风寒 只是风寒 其实 是吃了这个 这个药丸是用来美白的 只是服用的一个时辰内 声音会变细 他们男人都喜欢白的 去年 我阿爹给我寻了一门亲事 但是他想我黑 我阿爹气不过 便退婚了 其实 我当初应该忍一忍的 我阿爹说 当初在送他几头牛 我便不用来大言和亲了 不用理他们说的 我就觉得你 黑的好看 白的好看 你黑的好看 对了 我已经服用了好几天了 你看我 有没有变白一点 有 真的啊 真的 这个药丸有用 你也吃 算了 阿梅已经够白了 不需要吃 我也想白一点 那我就把这一瓶 都送给你 我走了 我走了啊 好 对了 阿梅 王后 黑的东西都不要吃 吃了黑的东西 也会变黑的 吃黑的东西会变黑 嗯 王爷 这是梅林送来的美白丸 我 我我我又不 我又不黑 梅林说服用此药 声音会变细 所以本王想知道 会吸成什么样 那 那还能变回来吗 变不回来 给你毒成个哑巴 如何 就是 就是嗓子有点干 王爷 是 猜得果然没错 梅林看到的那个女人 其实是一生变了妆的男人 想来那朵勺药花也是为了遮挡猴姐所花 男人 王爷 你还是把痒痒刺给我吧 放心吧 妖孝只有一个时辰 王爷 我查到了 之前你看到的教习尚嬷嬷 的确与东宫有救 咱们那人跟了他几日 发现他借着交刺绣的奇迹 在找一个手霸受伤的女人 看来 东宫也在找文化哥 跑出去的那个女人 但是咱们现在知道了 手腕受伤的其实是男人 这便抢了仙机 王爷放心 我这就派人去排杀鸿鹿寺 手腕受伤的女人 东宫既然想找 那咱们 便多送他几个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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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阿黛又起晚了 待会儿萌萌又要说了 是啊 我们叫他起床去吧 嗯 阿黛 起床了 若是去晚了 萌萌给你记上一笔 可就找不到好郎君了 他和梅林关系要好 说不定俩人早就约好了 要一同去伺候锦王呢 阿黛 起床了 阿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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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了 他太多人了 找不到 这个 是 公子 美丽 武座来了 太吓人了 公子 此物为金猴姑 因其外表称金屋子而得名 多长于大岩地区 西烟较少 这位姑娘就是服用了此物 故而独发身亡 红禄寺内为何会采买独蘑菇 红禄寺一定不会采买独物的 可能是前几天一直下雨 潮湿的地方最容易长金猴姑了 也兴许是寺里的奴才们怠慢 没有及时把金猴姑给铲除 所以 才会让阿黛姑娘给误食了的 阿黛 阿黛是误食了金猴姑中毒身亡 红禄寺内并没有刺客 你记着 往后 黑的东西都不要吃 吃了黑的东西 也会变黑的 阿黛绝对不会受误食 吩咐下去 将红禄寺内所有的金猴姑 全部铲除干净 阿黛 厚葬 是 害你的人 我一定会找到 为何不害阿黛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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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我 阿黛她 她是自己吃蘑菇吃死的 说实话 不说 我要你把蘑菇权势了 别 行 我说我说 他们让我找个出发 晚上离开过红楼寺的女人 那个女人手上有汤伤 我找到阿黛她们说找错了 可阿黛手上明明就有汤伤 然后 他们又让我重新找 他们 他们是谁 我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不是 你是谁啊 苦的饼不能吃 我明天再做一次 我做的 照你说的加烂山甘草 你是不是想加了 加的味道 尝一尝 你是不是想加烂山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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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还有 何事 王爷 今日死了一个吸烟美人 右手手腕有伤 是被尚嬷嬷杀的 尚嬷嬷是不是和我们在找同一个人 是 他背后的人是谁 是不是和土神真凶有关 只有找到张艺的下落 一切才能真相大败 他们知道杀错了人 就会继续找人 他们找不到人 就会滥杀无辜 那就让他们杀我 我去做这个替身 让他们以为 我就是文化阁跑掉的那个女人 我不想再看到第二个二代 死在我的面前 你去过文化阁 的确是最好的诱饵 是吧 请不吭 心事破碎成漫天心寒 若命运太不肯 我深陷于你谈 爱无可奈何坠入深渊 如果生事一场一逐 不定的悲伤 那爱是一场无知情的流浪 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 是奢望 是幻想 是被熄灭的光 如果生事一场一逐 不定的悲伤 那爱是一场无知情的流浪 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 是奢望 是幻想 是被熄灭的光 如果生事一场一逐 不定的悲伤 那爱是一场无知情的流浪 如果生事一场无知情的流浪 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 是奢望 是幻想 是被熄灭的光 是奢望 是幻想 是被熄灭的光 是被熄灭的光 是幻想 的